挂彩,所以年菜,其實挂彩是不可曉的 然後有花椰菜,整朵的 整朵的花椰菜,還有象徵好彩頭的蘿蔔 年乾,還有高麗菜,還有我們大白菜 還有我們的這一個,美白菇 還有小黃瓜,番茄,洋蔥等等的 還有米,我們還會有一人一包米,或者米粉,或者麵條 各式各樣年節應景的蔬果,在箱子裡快滿出來 基隆市議員鄭文廷相當感謝基隆東區福倫社 熱情贊助10萬元,在農曆春節前夕 共同來送出這一百份的愛心蔬果香 讓弱勢民眾能過個好年 今年是愛心冰箱邁入第六年的一個時候 那每年我們的這個歲末寒冬過年之前 我們都會有很多善心人士給我們捐書 讓我們能夠來辦理這個愛心蔬果香 讓民眾們都能夠帶回去準備他們的年菜 過一個好年 那今年非常感謝東區福倫社 我們社長張鈺芳以及我們許多前任的社長 以及我們下任社長林洪先生呢 特別在今天來到我們愛心冰箱 捐出這個10萬塊讓我們能夠來辦理愛心蔬果香 讓每一位我們的關懷戶都能夠帶著滿滿的愛心 回家來準備年菜 那這邊我們非常感謝東區福倫社的愛心的一個捐贈 那未來我們還是會持續的來做愛心冰箱 希望把這些大愛散播到我們社會每個角落去 那我們基隆東區福倫社呢 一直對於公益還有服務社會還有民眾非常重視 那我們鄭文廷議員呢同時也是本社的社友 那我們十分認同鄭文廷鄭議員 鄭議員所舉辦這個愛心冰箱活動 所以我們從三年前就到現在已經有三年了 我們都會在春節前來贊助經費 來提供我們愛心冰箱然後使用 然後讓鄭議員可以在年節增加 就是雪貢更多的新鮮蔬果 贈送給我們有需要的民眾 讓大家可以開心過好年 基隆東區福倫社多位社員 也都到場來協助分送愛心蔬果香 現場民眾依序排隊領取 也表示感謝市議員鄭文廷 和東區福倫社滿滿的愛心 而剛打完選戰的市議員鄭文廷 也深深一鞠躬 感謝這一路以來大家的支持 他說將持續深入服務基層 關懷弱勢 也祝福每位市民朋友 農曆春節快樂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